大家好,这期视频我想和你们聊一下 在进入孕晚期之后,宝宝发动之前 有哪些需要提前安排准备的事情 那在孕晚期,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要打疫苗 那在怀孕期间呢,需要接种两种疫苗 第一个就是流感疫苗 是否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呢 可以看你在怀孕的时候是否处于流感的季节 通常可以在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美国的大药房 比如说CBS或者是Walgreens去接种 因为宝宝在出生之后6个月才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所以在这之前,孕妈妈之前接种的流感疫苗产生的抗体 也可以帮助宝宝抵抗流感的病毒 那第二个需要接种的疫苗呢,叫做白百破 它是集、白喉、白日壳和破伤风三合一的混合疫苗 也叫做T-Tab 我的妇产科医生建议我在怀孕28周到32周之间接种这个疫苗 因为根据CDC的官方数据统计 在这个期间接种疫苗它的效果会更好 那孕妈妈接种了疫苗之后呢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 相对于产后给新生宝宝接种白百破的疫苗 在怀孕期间给孕妈妈接种疫苗 更能够降低宝宝今后患病的几率 那另外除了孕妈妈之外 其他家庭成员比如说爸爸 或者是其他密切接触照顾宝宝的家庭成员 也需要接种这个白百破疫苗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的OB提到 如果是二胎妈妈的话 在怀第二胎的时候同样需要重新接种白百破疫苗 但是宝爸或者是家庭其他成员 如果在过去的十年之内接种过的话 那就不用再重新接种了 因为这个疫苗是十年有效的 但是流感疫苗的话每年都需要接种 第二件必做的事情呢 就是group B test 也就是B足链球菌检测 在美国这边36周左右产检的时候 在做内检的同时呢 你的妇产科医生还会给你做一项叫做group B test 也就是B足链球菌的检测 这个检测呢是用来测试 孕妈妈的体内是否含有这个B足链球菌 据我的妇产科医生介绍 B足链球菌是人体常见的一种细菌之一 那大约30%的孕妇体内呢都有这种菌 它一般不会对孕妇产生危害 但是在孕妇分娩的时候 如果体内有这种菌的话 它就会危害到宝宝的健康 因为会有20%的概率让宝宝感染 那做这个测试呢 一般是在怀孕36周左右进行 因为这个菌在孕妈妈的体内时有时无 所以在接近临产的时候检测会比较准确 那如果妈妈体内没有这个菌的话 那就属于阴性 如果体内有这个菌的话 检测结果就是阳性 不过即使检测出了阳性 孕妈妈也不用担心 因为在生产的时候 医生会使用抗生素 这样宝宝就完全不会被传染了 那第三个需要在生产前考虑和决定的事情呢 就是是否需要储存期待血 那期待血指的是在宝宝出生之后呢 残留在期待里的血液 这个血液非常的特殊 它里面含有的造血干细胞可以用来治疗 包括血液和免疫系统的80多种疾病 我在生大宝Jesse的时候呢 储存了期待血和期待组织 那这次生二宝的时候呢 我也计划储存期待血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期待血里的干细胞有非常大的潜力 宝宝与自己的期待血干细胞 有着完全一致的基因匹配度 那他的兄弟姐妹呢 有75%的基因匹配概率 我觉得储存期待血 可以为宝宝和他的兄弟姐妹的未来 提供一份保障 多一份选择的机会 因为如果未来有治疗的需求的话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不过呢 关于储存期待血的看法 众说纷纭 大家呢 可以自行在网上多看一些资料 然后自己做决定 这里就不占用过多的篇幅去讨论了 那如果你决定储存期待血的话 期待血公司会提前寄给你一份 期待血的收集设备 记得在生产的时候 要把这个设备带到医院 交给你的妇产科医生 因为在生产宝宝之后 妇产科医生马上就会做相应的操作 那另外呢 要提前咨询一下期待血公司 就是收集好之后如何联系他们 像我选的这家公司呢 就需要在产后 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在一定时间之内呢 会派专人来取收集好的期待血 第四个在产前需要提前做的事情呢 就是提前探访医院 并且上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需要提前了解 要生产的医院是否需要提前注册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生产发动的时候 节省不少时间 建议大家呢 提前参观产房 了解生产的流程和医院的设备 那在美国一般的医院 都会有免费的预约参观的项目 你可以提前跟医院联系好 然后可以选择实地或者在网上参观 那提前参观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了解产房在医院的位置 产房的相关的设备 住院的流程 进入产房之后需要做哪些事情 宝宝出生之后会被带到哪里 等等这些信息 那通过了解生产的流程 医院的护理设施 和病房的设备 这些信息之后呢 可以让孕妈妈更安心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产前的焦虑和紧张 那另外呢 就是建议爸爸妈妈们 一起参加产前的课程 了解生产的常识 和育儿的基本知识 产前课程呢 主要分为分娩的课程 和育儿的课程 建议大家在 怀孕六到七个月的时候去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刚刚进入孕晚期 身体各方面状态还可以 所以上课的话不会太吃力 也不会时间太紧张 那这些课程的内容呢 一般涵盖基本的呼吸方法 产后的基本护理 恢复和母乳胃养等等 相关的知识 基本上产前的课程呢 在你生产的医院都有设置 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那另外现在因为是疫情期间 大家也可以考虑在网上 找一些相关的课程 上网课 这样可能更加方便和安全 但是不论用哪种方式 我觉得产前的这些课程 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个需要提前准备的呢 就是你的代产包 那我建议大家 基本上在三十六周之前 就把代产包准备好 以免临时发动 手忙脚乱 如果大家对代产包的内容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上方 大家可以点击参考 第六个需要提前准备和计划的呢 就是你的生产计划 在我生产的医院呢 只能有一位家属陪同生产 那现在因为是疫情期间 我知道很多医院都对 陪同的人数有了严格的限制 所以建议孕妈妈提前商量决定好 由谁来陪你生产 另外呢可以准备一份生产计划 上面可以填上你的各种要求 比如说是否需要使用无痛分娩 或者是是否需要爸爸减期待 这类的信息 另外呢由于到了孕晚期 孕妈妈在发动前 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 比如说破水 阵痛 公缩之类的 你的妇产科医生呢 会告诉你在哪种情况下 需要马上去医院 比如说破水了 或者是有规律的公缩阵痛 哪种情况下不需要去医院 可以先在家观察 比如说宫颈年夜栓排出了 或者是不规律的公缩阵痛 建议孕妈妈提前准备好 把妇产科医生的紧急联系方式 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 另外如果是准备开车去医院的话 可以把待产包提前放在车里 并且把车加满油 以免到时候比较慌乱 耽误时间 第七个需要在产前做的事情呢 就是提前确定宝宝的儿科医生 那在美国这边呢 在宝宝出生之后 护士就会问你要 儿科医生的联系方式 会把宝宝的信息通知给儿科医生 在出院后的几天 也需要带宝宝去儿科医生那里复查 所以我们最好提前选好儿科医生 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 因为我是突然破水 一切发生的很突然 所以在产前没有来得及 选好儿科医生 在产后呢 我就找了一家生产医院附近的儿科医生 那实际上这个儿科医生的办公室 离我们家非常远 那在宝宝出生之后的一个月内 因为需要复查 还有黄胆的问题 经常需要去儿科医生那里 每一次去都非常的麻烦 动辄就是两三个小时 而且因为当时是冬天 开车停车都非常的不方便 宝宝和妈妈都很辛苦很折腾 所以建议大家尽可能选择 离家比较近的儿科医生 这样会比较方便 另外在美国这边 如果是男宝的话 你在出生前就需要考虑 是否需要做circumcision 也就是割包皮的手术 我之前和我的妇产科医生 沟通了解到 做这个割包皮手术呢 通常是在宝宝出生之后的第二天 在医院进行的 是由妇产科医生去操作的 那这个手术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 那一般呢 你的妇产科医生 或者宝宝的儿科医生 都可以进行操作 那关于是否在出生后 需要马上给宝宝做这个手术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多看一些资料 并且和宝宝的儿科医生 提前沟通再做决定 还有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呢 孕妈妈在产后身体非常的虚弱 需要好好地调养和休息 因为只有照顾好了自己呢 才能更有精力去照顾宝宝 所以产后的饮食 对于妈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建议大家呢 提前制定你的月子餐计划 比如说是请家人帮忙做 或者是从外面点月子掏餐 如果是由家人帮忙 照顾月子的话 建议提前把你的月子餐食谱准备好 可以细化到每一顿吃什么 这样就可以有针对的 去提前购买和准备食材 因为在宝宝出生之后呢 家人在帮忙照顾的同时 可能无暇顾忌 去准备每一餐的食物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 已经定制好的月子餐的食谱 去参考的话 会节省很多精力 另外还想和大家提到的是 如果是二宝妈妈的话呢 可以注意提前给大宝做铺垫 注意安抚和关注她的情绪 我觉得处理好大宝和二宝的关系呢 对于他们两个人的身心健康 都是非常关键的 杰西现在还不到两岁 她对要有弟弟这个概念呢 其实还不是完全的清晰 我在怀二宝之后呢 会经常和她沟通 让她渐渐的知道 我们家里要有一个新成员了 会多一个弟弟去爱她 和她一起玩一起成长 陈寇ид员 在里面长大 长大的之后就出来陪你玩了 好不好 哦真好是不是 回去双手赞成 我会和她一起讲这类的故事 平时呢也会鼓励她摸摸我的肚子 感受一下弟弟的胎动 另外我还替弟弟准备了一份礼物 给珍惜 计划在弟弟出院回家之后 送给珍惜 那希望珍惜能够在弟弟一出生之后 就感受到弟弟对他的爱 宝宝 妈妈很快就要去医院生弟弟了 你很快就要和弟弟见面了 弟弟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呢 还有草莓蛋糕 他见到你了就想送给你 好吗 好啊 那你期不期待和弟弟见面呀 好啊 你要不要和弟弟说 弟弟 I love you 弟弟哭 弟弟弟会哭 但是弟弟说I love you Jesse 你要不要对弟弟说I love you 亲弟弟 亲弟弟啊 弟弟出来之后你要给他一个哭哭的吻 就像亲妈妈一样 是怎么亲妈妈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 希望大家都注意保暖 疫情之下 多注意防护和保充身体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